辅助线照辅助图形完成证明 我们看这个题目 AB是直径 CE是切线 然后ED垂直AC 就从切线的画条垂线下来 那么ED就会等于EF了 是不是 以前这些数学的学术学 好会找这种特殊情况 你就在切线那边 做一个垂线下来 这两个就相等了 很自然的性质 从1对AC做个垂线 证明ED就等于EF 好请大家想想看它的辅助线 直角三角形 很明显吗 好我们公布提示 哦 有直径 造直角三角形 当然就是制造那个 直径角 所以就连DB 连DB就可以了 连DB 这样这边就有个90度了 然后请大家想想看它的证明过程 推理过程 利用这条辅助线 制造的辅助图形 它制造个直径角 三角形 它制造个直径角 大家看一下这边写个4点圆 它事实上也制造了个4点圆 它制造个直径角 它制造个直径角 加个4点圆 它制造个直径角 加个4点圆 好我们看它证明过程 好 连BD 那最明显是形成直角三角形 ADB 事实上也形成一个圆内阶四边形 就是DBGF 因为这两个是直角啊 对角互补 这是一个共元 DBGF 我们就利用这样好了 它还制造个4点共元 DBGF 这样一个直角 那这个 CE是切线嘛 旋切角定理 角1就等于角2 对不对 角1就等于角2 那我们利用刚刚这个 它形成这个4点共元 DBGF 角4就等于角2 对吧 就是四边形的 这个外角等于内对角 角4就可以直接跳过角3了 角4也就等于角2了 因为这4点共元啊 这样角1也等于角2 角1就等于角4了 所以这边很自然产生一个 等腰三角形 DEF 角1等于角2 角4等于角2 推理过程很清楚的 那这个造图也很自然的 就是也是个蛮不错的立体 一条辅助线 制造直角三角形 ADB 然后圆内间四边形 DBGF 就可以证明出这个题目了 所以我们是利用辅助线 制造这些辅助图形 再利用它们的性质 让一些线段角度 发生那种变换 移位 来完成证明的 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好,谢谢 谢谢 我是